監視器清楚拍下 二十號晚間八點 一名男子先是來到北部某科技大學 教學中心四樓 接著找好地點 人就躲進去 沒多久 一名就讀該校的學生 要去找老師 心死處 突然聽到旁邊有人叫他 女同學才轉身 這時男子突然從門走出 接著伸手強拉女同學 女同學不從 男子乾脆整個把女同學給熊抱過去 氣如非禮 眼前男子行為越來越誇張 女同學害怕的尖叫 同時警告男子 老師都還在 企圖生出魔爪的男子 這才罷休 從容離去 驚嚇不已的女同學 可也沒上立即返家 隨後在家人陪同下到醫院驗傷 並向警局報案 根據女同學描述 和監視器的畫面 犯男子年約三十歲上下 身材壯硕高大 戴著眼鏡短髮 平靜校園竟出現狼鬆 警方不敢大意立刻著手調查 消息傳出校園內學生人心惶惶 日前才發生台大破損命案 如今校園又有二郎闖入 一郎校園安全議題再度成為社會 注目焦點 記者林中正言禁語 桃園報導 distancing 記者 記者 記憶 記者 記者